我予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终生离苦的乐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 这段诵文的内容是说 如果某个人的能力 或是财富与我相当 甚至于比我还要糟糕 但是这个人却经常地 藐视我欺负我 当自己遭遇到这种情形时 应当要好好的想一想 对方会这样做 是不是因为自己 适财傲物 经常心怀骄慢 却未曾自我察觉到的原因 如果自己真的有这种情形 那么对方的做法 可以说是和医生一样 对质了自己的病症 由此也可以知道 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方的能力 也许更胜于自己 由于对方的做法 而去除了自己的过失 对方可以说 像自己的医生或老师一样 因此自己对他 不但不应该生气 反而应当心怀感谢 接下来讲述 第十八段颂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子行三十七颂 来学习佛法 修持菩提心 这时候我们会听说到 学习佛法 会令我们今生与来世的安乐 绵延不尽 因此当我们学习了佛法之后 就希望着自己的今生 以及来世 能立刻得到安乐 但是这样的情况 并不一定能够如玉其般地出现 这是由于自己无法了解 过去世曾经造作了 什么样的业力因果 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以至于今世产生了 自己不能预期的痛苦 疾病和贫穷等等 当发生这种情形 我们要了解 这是前世恶业穷尽的征兆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上师善知识 他们有的身患重大疾病 有的被囚禁于监狱之中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情形就好比我们今天要远行 但是自己还有很多的债务并未清偿 难道债务可以不偿还就离开吗 当然不行 这个时候 必须要很快地还清债务 这和上师们在成就之前 要迅速地除掉恶业 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当自己受到病苦的缠附时 要这样来思维 在一切众生当中 与我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人 非常的多 病情比我更严重的人 更是多不可数 因此 我应当带他们承受一切的痛苦 由于一切众生过去 都曾经身为我的父母 因此 我愿意承担他们所遭受到的痛苦 希望他们的疾病 痛苦都能成熟在我身上 但愿他们都能安乐无病 我们应当如是地思维 并且以喜悦的心 来修持自他相患 宋文中提到 无怯懦是佛自行 指的是我们的心力要坚强 什么是心力坚强呢 现在自己学习佛法 学习菩提心 却遭遇疾病痛苦等等 诸多的逆境 这个时候 如果觉得教法没有什么用 就是灰心失望的表现 要了解因为修行佛法 而导致逆缘升起 其实是债务清除的征兆 此时若是丢弃了佛法 不要说债务不能清偿 还会越积越多 这就如同因为生病 所以需要吃药 如果舍弃了药 病怎么会好呢 病情只会更加的严重而已 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当逆境出现时 即便是面对死亡 我们更应当要珍惜菩提心 更加珍惜佛法 菩提心是我们的战友 是大力士 能去除一切丈难 我们如果能这样来思维 就能令菩提心增广 进而去利益更多的众生 但是如果认为 这些教法没有用 不能除去自己的逆境 这种想法 是把佛法当成暂时的 救度法门 目前有很多人 都是抱持着这种心态 来看待佛法 如果以这种观念 来看待佛法 当佛法的修持 不能解决我们 目前的困难与痛苦的时候 就认为佛法没有用 这样的想法并不正确 佛法教导我们 要了解因果业力 所谓 欲知前世因 但看今世深 现在很多的因果业力 都是上辈子造成的 若能了解这点之后 就该更加努力地 修持佛法 接下来要补充 与第十七段祭送相关的一点 看到上师因为实修法教 而受到大家广大的 称赞和供养 心里就想着 自己也要如此地学习 但是等到自己真正出家 或进入实修之后 却没有因此受到别人的重视 也没有收到多少供养 此时自己的心里就认为 佛法实在没有用处 还是丢弃算了 这样的想法 也是把佛法 当成暂时救度的法门 只能令我们得到 暂时的利益而已 自己能不能获得众人的敬爱 能不能受到广大的供养 这与过去世 是否曾经积聚福德资粮有关系 与现在是否修习佛法 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像密勒日巴尊者 因为他非常的贫穷 所以受到非常多的欺负 很多的大成就者 都是不为人所知 所以也会经常遭遇到 他人的欺负 轻蔑等等的情形 因此在实修佛法的时候 不要介意别人 是否重视我们 或是轻视我们 只要自己的功德增长增广 菩提心没有失去 自己的如意宝珠 菩提心还在的话 别人轻视或重视 都是空患的 没有什么意义 对别人的轻视 不应该感到灰心 最重要的是 不要因此把教法丢弃 佛法的修行者 有的时候会遭受到各种疾病 或是遇到魔鬼邪碎的干扰 在这个时候要想到 只有佛法僧三宝 能够救度自己 其他的人 神 都无法帮助我们 之后 要虔诚地念诵 皈依文 念诵至尊度母的咒语 念诵的时候 要以非常坚定的信念 来做修持 对于邪碎 我们要了解到 它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 它们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幻化 所生出的恐惧而形成的 其本性就如同虚空一般 并不存在 要如此虔诚地继续念诵下去 不要害怕恐惧 通常当各种伤害 侵扰出现之时 也是罪障 即将要清静的征兆 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看 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 密勒日巴尊者的神通很广大 他所遭遇的状况也很多 读他的传记 可以让大家有所体悟 有很多人 因为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形 而来问我 当面临这些情况时 应当要好好地念诵 密勒日巴 至尊度母 以及观音菩萨等 仪轨咒语 只要能够好好地念诵 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 就会消失掉 平常大家就应该好好地做观修 心要串息成强烈的力量 如果告诉你要念诵 至尊度母 结果你只念诵了一天 这样是无法产生强烈的力量的 心就像一面镜子 要能够控制它 如果这面镜子 能够观想出本尊 当然魔鬼邪碎就不会出现 如果本尊不出现 当然魔鬼邪碎就会出现 因为心只有一个 出现了这个 就不会出现另一个 这就是为何要经常观修 形成串席的原因 前面讲述的是 面对逆境侵扰的情况 接下来第十九颂 是讲述如何面对顺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九段颂文 每名四阳众人敬 财物量等多闻天 然是寺庙无实意 离交慢是佛子行 如果自己名阳四海 别人都说你是一位非常好的上师 或者认为你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 又或是你的财富受用 富可敌国 此时自己应当好好的去思维 其实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能够稳定自己的菩提心 才是最重要的 世俗的财富 亲友 地位 声望 美名 有何精华存在呢 假如死亡的时候 这些钱财没有用来供养三宝 不失贫穷 那只能说是浪费掉了 一点用处都没有 有用处的 可以带走的 只有自己的菩提心 除此之外 世俗的钱财 亲卷 没有实际的用处 这些在死亡之后 都是不能带走的 假如我们平时能够如此来思维的话 就能将自己的心和世俗的财富受用分开 为什么要分开呢 因为心若不与财物受用分开的话 死的时候很难投生到极乐世界 因为心将财物受用抓得太紧 所以就无法离开 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些受用没什么用处 心就能离开这样的执着 那要到极乐世界就很容易了 所以要了解到三界之中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精华的 不必对这些产生执着之心 这就是宋文所说 然是世妙无实意 离交慢是佛子行 贪恋钱财名声的过失有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 贪恋之心增广时 下辈子将会很难得到解脱 其次 若对名利财富非常贪恋 免不了会生起强烈的嫉妒心 为什么呢 因为当自己拥有了名利财富之后 心里非常的高兴 但是当发现 对方的财富受用名声 都超过自己的时候 免不了就会生气 这也就是家人跟朋友反目成仇的原因 看到别人安乐的时候 自己却反而生起痛苦 这都是因极度心而产生的 因为极度会令我们的心越来越紧 最后把心给掐死了 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 自己心中反而更加的高兴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 也就是自己的福报 很快就要穷尽的征兆 所以 对名利财富 不要产生贪恋之心 没有贪恋心 就不会有极度心 要能够了解世俗的名利财富 并没有实质的意义 就可以避免贪恋与极度心的升起 接下来讲解第二十段颂文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人伯切开始 第二十段颂文 倘若魏福内称敌 外敌虽福玄增胜 故应肃兴慈悲君 降伏自心 佛子行 如果没有调伏自己内在称恨的仇敌 外在的仇敌就会越来越多 最初可能只有五个十个 最后整个村子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这是因为称恨心的力量很强烈 而导致敌人不断地增加 称恨生起的时候 就好像脚背刺刀一样 痛苦的是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男女朋友之间 或者是父母对待子女 也是一样 当对方生气的时候 都是板着一张棺材脸 非常的不好看 而在对方生气时 无论你讲什么好听的话 他都听不进去 生气本身就是痛苦 所以生气的人自然就会产生痛苦 有些父母亲在生气的时候 子女都不敢靠近 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父亲 臭着一张脸 当然不敢接近了 而做父亲的也经常会想 怎么子女都不喜欢自己 不愿意接近自己 老是往外跑呢 其实是自己经常生气 所造成的过患 这就是愤怒所带来的过失 会使外面的敌人不断增加 因此愤怒首先 会让自己陷于痛苦之中 其次 让周围的人不喜欢自己 最后 在来世堕入地狱之中 因此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愤怒之心 而对质愤怒之心的方法 就是慈悲 慈悲心的位置 愤怒是不能够占据的 同样的 愤怒的位置 慈悲心也无法取代 这就好像一张椅子 只能坐得下一个人 慈悲与愤怒 二者是不会共存的 所以要好好地休息 慈悲之心 将愤怒去除 过去有一个僧人 因为常处于称恨之中 别人怎么开导他 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经常在梦中看到 杀人放火等等 不好的情形 后来经过上师教导 他修习菩提心 才逐渐平息这种痛苦 要知道 地狱即是由称恨 所幻化而成的 具体形象 称恨心是无形的 而地狱 却是有形的 具体形象 心怀称恨的人 即使在梦中 还是要见到打打杀杀 开枪射击 种种的景象 那位僧人 在经由不断地 修习菩提心之后 他梦中的打杀情形 才渐渐地消失掉 这个世界的情形 也是如此 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本来住在台北 他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他把每个人都得罪光了 就算他搬到台中去 还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最后还是只得继续搬家 这是因为 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内心的愤怒 如果调服了愤怒 就不会有外在的敌人 因此忍辱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佛说忍辱 能令一切仇敌都变成朋友 而一个人如果经常生气 朋友也会变成仇敌 一个经常羞耻忍辱的人 四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他的梦境中所出现的 也都是和睦相处的情况 这样的人死亡之后 当然会投生于极乐净土之中 因为在极乐净土当中 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 一个生气的人 为什么会投生于地狱之中呢 因为地狱中的每个人 彼此都是仇敌 看到对方都先将对方杀掉 因此菩提心所化成的具体形象 就是极乐净土 而嗔恨心化成的具体形象 就是地狱 知道了这种情况之后 每一个人都应当立下誓言 就是生气的时候 无论是夫妇或男女朋友 当自己生气的时候 一定不要说话 等到这个脾气过了之后 再来做解释 将事情的经过 及自己的看法 让对方了解 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困扰 宋文当中为什么说 要素兴慈悲君呢 这个慈悲君指的就是 慈悲的观想 不是做一次两次就可以 观想的次数 要像军队那么的多 而且要一再的观修 比如说 我们在家庭中 经常会生气 生气的时候 要这样来思维 从五始轮回以来 每一个众生 都曾经是我的父母亲 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人 这个因缘是十分难得的 所以实在不需要生气 并且要想到 生气的果报 就是未来投生于地狱当中 如果这样想的话 就会对生气产生后悔之心 进而去除愤怒 要知道 死亡是无常的 我们不知道大家 还能够再相处多久 在死亡无常 尚未降临之前 不晓得还有几天 能够共同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们更应该 喜悦快乐的共同生活 如果对方来伤害我们 就应当修持忍辱之心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优缺点和过失 其实这些过失都很微小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应该要去 发现对方的好处 多想想对方的优点 能够经常这样子去思维的话 生气的次数就会减少 而且能够互相照顾 我们应当经常思维 外在环境中 所有的众生 都是自己的父母亲 因此看到外面 一个个的众生 就好像一次又一次地 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亲 也因此自己心中的 慈心与悲心 也就会一次 两次 三次 再三重复地加强 这就好像 如意保住 累积得越来越多 内心就会充满了关怀之情 由于心的意识 是刹那累积而成的 所以慈悲之心 也可以一点一滴地来积聚 而外在的世界 也是由微尘 一点一滴 累积而成 目前科学家们 对于心 是否如同外在的 弃世界一样 也是如同微尘般的 一点一滴累积而来 仍有争议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去 意想朋友的好处 反之 如果经常想着 对方的缺点 总有一天 会大吵一架的 这里面的内容 包含了 适合每一个人 学习的部分 如果一个人的 称恨之心 非常强烈的话 就要好好地把宋文读一读 并思维其中的意义 听过之后要思维 思维后要实修 这就是文思修的次第 现在各位来听我讲解 这就是文 之后要去思维 生气会带给我们好处吗 它的害处又是什么 仔细思维过后 接下来要观修 要想一想 当自己生气时 自己该如何处理 我们在尚未生气之前 就应当先模拟练习 其实愤怒 就像是一阵风一样 是没有实体的 愤怒生气的时候 要好好地齐请上师 片刻之后 怒气马上就会消失不见了 于是在经由 文思修次第的学习之后 对愤怒就不会产生恐惧 因为当愤怒出现的时候 只要冷静下来 愤怒就会消失无踪了 只要我们经常地文思修 很快就会有效果出现 MING PAO CANADA 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礼拜药师宝灿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下午2点白财神法会 恭请慈人格西祖法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 0278 07282 0278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公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慈悲志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八关灾界 借谋山诗诗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法务指导僧众领众 日期7月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82 0278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三国草务之情 河南一户朱姓品牌人家 诞生了一名婴儿 取名为朱世行 十几岁即在洛阳 买马寺出家 这个时期 佛教英去逐了 佛法森 而有了更广幻的传播 但当时出家人 只是替罚染医 以示与俗人有别 并没有受戒之说 西元250年 天族僧人 坦和迦罗 从印度 买到洛阳 带来了佛教的戒律 在白马寺设立戒谈 买马寺举行了 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次传戒法会 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 集团授戒 但唯有朱世行 单盘授戒之事 被记载下来 因此 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 汉族僧人 念佛商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